大家好 我是研究所的Cita 找一個廣東洋的廣東品聞 大家想到的都是廣東糖水 或者是順德雙皮奶 其實廣州的糯米茲也非常有名 那今天我們就來做一份有點改良的傳統名點 香芋糯米茲 首先我們來做芋泥餡部分 除了要有粒譜芋頭 為了顏色好看我們再加點紫薯 先把芋頭切成薄片 把紫薯去皮也切成薄片 先把芋頭片鋪在底部 再把紫薯片鋪在上面 芋頭跟紫薯的比例大概是6比1 放入鍋裡蒸15分鐘 等待的時間又怎麽能白白浪費呢 這個時候我們肯定來做糯米麵皮 把糯米粉 玉米澱粉 細砂糖倒到大碗裡 攪拌一下 一邊攪拌一邊加入牛奶 攪拌到沒有乾粉粒就可以把玉米油加進去 一邊加一邊攪拌 麵糊攪拌好了就可以放到一邊備用 這個時候我們的紫薯跟芋泥也蒸好了 筷子一搓就能散開的就證明蒸好了 將蒸好的芋頭跟紫薯倒到大碗裡 讓他們稍微晾涼再戴上手套把他們抓成泥 無量量涼也可以除非你有鐵砂掌 加入煉乳 牛奶 混拌均勻 牛奶可以分四夾 如果有攪拌機的小仙女就可以把所有材料都丟進去 按個按鈕就輕鬆搞定 如果喜歡細膩的口感可以過篩一下 如果喜歡有顆粒的口感 這樣就可以了 玉米餡做好了 現在我們來炒糯米皮 把麵糊倒到不粘鍋裡 開小火慢慢翻炒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到盤子裡面 放上保鮮膜在鍋裡面蒸熟 貼著鍋底不停的翻炒 然後把鍋邊的也鏟下去 成團以後一邊炒一邊壓 讓它受熱燉均勻 大概炒到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保鮮袋或者鍋膠墊上 禁封放涼備用 把它晾晾到不燙手的溫度 就可以拿出來揉搓光滑 揉好的麵糰要這樣吃起來才軟糯拉絲 撒上一點手粉防粘 分成35克一個的小麵糰 拿出一個小麵糰 撒上一些手粉 放到案板上 輕輕壓扁 把適量的芋泥餡放到餅皮中間 拿起來像包包子一樣 揉掉多餘的麵皮 撒一點點手粉防粘 這時候糯米糍就做好了 還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在表面加入不同的材料 比如滾上椰蓉或者撒上紫薯粉 C بالNerd C只會放棄 C只會放棄 C只會放棄